大家好,我是FroggyCouple 自從去完日本後,這傢伙玩得心靜一靠 經常想著他去旅行,還在牆壁上哭 既然要哭了,不如找一些人陪你一起哭吧 我們出發去以色列 以色列真的說走就走 無需簽證 還一針都不用打 唯一要留意的就是 需要買一份包含COVID的旅遊保險 再買一張機票就行就行了 由於我旁邊的位置實在太陽衰 他被人照了去檢查隨身物品 今次坐12個小時 找個闊一點的位置讓肥豬睡覺去 吃了兩餐 睡個好覺 所有能夠看的港產片我都看過了 還連這兩顆黏黏黏都看了 眨眼我們就到了這個 全中東生活費最昂貴的以色列城市 特拉維夫 Tel Aviv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是解春天的少優 要留意在以色列境內是無需要配戴任何口罩 入境最好用BNO 因為特需護照會把你歸納為大陸護照 過不了機要去櫃位幫你攪拌 麻煩 今次我們住的酒店就是位於海邊的Den Tel Aviv 你看酒店的門口有多少名人簽名 看來很多名人都來住的 讓我來沾一下名氣 酒店大堂也挺骨子 酒店大堂也挺大 但也挺大 美美的 你這麼活該在海邊等我來欣賞一下你的美景 你這麼活該對著不賽 酒店真是非常細心 知道我們要來喊 特意安排這樣的房間來迎合我們的氣氛 休息了一會兒 我們就出發去我們第一個景點 阿發古城 人家就go to school by bus 我就go to 阿發古 sing by food 我們沿著海邊一直走 整條海岸線是由很多不同的沙灘組成 這裡真是全民街運動 海邊很多人都在做運動 我都不舒適 走過來推論東西 顯示一下我的實力 他們很流行踩這些電動版車周圍走 周圍都可以租車的 車上還包著頭盔 你看看這個綠色穿多肥 中間那隻還好害怕我 你看這裡真的很美 本來我們打算在這間餐廳看著日落吃個美食 但因為行程太緊密的關係 還是留下一次 先啦 猶太傳統認為 雅法古城是由羅雅方舟那位羅雅 他的兒子雅伐所創建而成的 剛剛到達後 還看到一群美女在拍婚紗照片 嘻嘻 雅法古城有個特色 就是他的街道是以十二星狀命名的 這裡真是很有feel 你拍照真是適合 最需要進來WiFi就斷了 找不到我們上去的目的地許願橋 在這座古城逛逛逛逛逛逛逛又日落啦 日落之餘 還讓我們見到V字熟先收工 這裡周圍都是一些大狗 好像沒見過有人養小狗仔 我迷失在這座雅法古城 這裏迷失得來又好有感覺 但走外了就好傷腰 走到眼睛超超 是時候看一隻錶 看一隻錶原來今天是星期日 市站沒有開 真是非常可惜 Telavis街上有很多貓 剛好這隻有東西想發表 最傷我聽明是阿蜜 你想說什麼啊? 想說什麼啊? Sauvinier Shop的貨品也挺有特色 你看他們的貨品多漂亮 他們經常戴的帽子有很多款 但這些款式有點像空圍 所以還是下次 我個人也挺喜歡這件 Don't worry be Jewish 這件T 走到天黑 腳都斷開了幾折 是時候要吃個晚餐 走模模摸進這間 跳了披薩和沙律 每人平均百多元 200元港幣 味道還可以啦 跟房間外面的菜說聲早晨 就去酒店餐廳吃個早餐泡妃 泡妃的選擇不是太多 最出色的都是煙沙文魚 看著美景享受早餐 的確令人心曠神異 這個早餐泡妃成為偉偉三個港幣 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星城 耶路撒冷 乘巴士去火車站 去卡卡買One Day Pass 就可以一天內任何公共的交通工具 將One Day Pass的價錢 連上卡大概是90多港幣 差點上錯車 幸好有熱心的當地人教我們 應該什麼時候上車 車是兩層的 款式好像歐洲那樣 這位小姐也把握時間變身 3 2 1 變 40分鐘後我們就到了耶路撒冷 離開這個站好像要由地核走上去地面 需要經過三條非常長的自動電梯 車站周圍有些身處在歐洲的感覺 現在才發現他們當地的文字是由右向左邊讀的 來到這裏的感覺跟特拉維夫有點不同 街上有很多猶太男人 穿著西裝和帶著黑色的帽子 虔誠的信徒就會這樣穿 這位人興很健秋 用頭頂著這個盤 這個盤其實是他的店 有人買東西吃他就會放下來賣給他們 沿路的建築物都很有特色 很有一種古城的感覺 到了我們今天第一個目的地 哭場 有分男士和女士不同的入口 好 入場是免費的 男士就直接進去 女士檢查比較嚴謹 剛好看到哭場旁邊這條天橋 有隊軍隊經過 尖哭場之前大家都會洗乾淨手 那天在廣場裡有大量的信眾和遊客來了 非常熱鬧 哭場分為左右兩個區域 左邊大一點的就是男士區域 右邊小一點的就是女士區域 哭場又名西場 希伯來語是Coatel 男士在埋場之前 可以先拿一頂帽子帶在頭上 這頂帽子是拿來擋著頭頂 不要直接對著天空 而顯示對神的尊敬 哭場是猶太信仰裡面 認為除了聖殿沙以外最神聖的地方 因為很多信徒都會對著奉場向神哭訴 所以就有哭場這個名字 信徒會虔誠地對著哭場祈禱 亦都可以對著哭場念經 你亦都可以把你的願望 或者你想跟神說的東西 寫在張紙上 放在石欄裡面 世界各地的信徒 如果寄信過來 他們都會有由 猜幫你把你的願望或說話 放在石欄裡面 用圓頂帽子記著還回 做個有首美的香港人 女士這邊的哭場 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因為面積比較小 所以大家都逼在一起 如果你穿短褲或短裙 他們會派一條圍巾給你 幾經辛苦 把我的願望放進哭場 本身打算貼著牆場慢慢感受一下 但因為真的太大 所以完全沒有機會靜靜地感受 哭場之後 我們沿路去另一個目的地 虎路 去虎路之前沿路 也有很多有特色的當地店 還有很多貓貓和你玩 還會有很多貓貓和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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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不是信奉耶穌 但是我們一路走一路走 了解了背後的故事 都有很深的感受 現在這一段可能會有些尋找他鄉的故事的感覺 就讓我們來探索一下 耶穌生前最後一段路吧 虎路總共有14個站 每一個站都有他的故事 這裡就是第一站 耶穌被判死刑的地方 耶穌在旁邊的第二站 背起十字架之後 來到第三站 就第一次跌倒了 在正隔離第四站 就是他遇見馬利亞的地方 頭九個站都有羅馬數字牌 方便遊客識別 一路上也有很多旅行團沿著這條苦路走 現在這裡就是第五站 西門幫耶穌背十字架的地方 在第五站旁邊 有這塊印有耶穌手掌印的石 翻查資料 耶穌當時背的十字架 重大約160磅 他一路走 旁邊的人還要不停辱罵他 以及鞭打他 來到第六站 這裡有位叫Veronica的女士 幫耶穌抹去的血汗 然後他的手掌上 就引游了耶穌的臉容 耶穌去到第七站 第二次跌倒了 第八站 跟隨耶穌的婦女們 已經哭了 耶穌轉身跟他們說 叫他們為了自己而哭 這裡會對正一間店 如果你在這裡拍照的話 那個店老闆會問你拿錢 走到口都乾了 買了一杯鮮炸的石榴汁 二十多港元一杯 酸酸尾尾尾 也挺好喝的 又解渴 來到第九站 這裡就是耶穌第三次跌倒的地方 終於埋舟了 這裡就是聖母教堂 耶穌最後過身和埋葬的地方 一進到聖母教堂 就有一陣很香的沉香味 走到進去就會看到 大家都圍著這塊大石 這裡就是第十三站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 放置遺體的高麗之石 很多人會特意來跪拜這塊石 有些人甚至會石一下這塊石 還有特意拖一堆行李 放在上面沾一下耶穌的靈氣 苦路的第十至十四站 都在這間聖母教堂裏面 至於聖母教堂裏面 你會看到這個小神社 這個是耶穌的墳墓 非常壯觀 裡面就是埋葬耶穌遺體的地方 但因為太多人了 我們最後還是不要進去 大家一起聽聽 這裡的人咳得很準情 所以我們都不敢脫下口罩 在教堂走出來之後 就會看到一個商場 月尾找卡數又有一條苦路 來到沙邦又是時候 荷包大出血 嘩來到這裡不買沙邦 真是傻的嗎 還可以退稅 這間死海三合一面膜 還沒退稅賣港幣320元 香港賣590元 看你的手這麼粗 我幫你磨一下 嘩好滑了好滑了 說到我銀包的錢都滾出來了 買滿400元當地錢就可以退稅 違反港幣900多元 這個磨砂也是必買的 我這次選了白茶味 香港賣420元 這裡賣200多元 他終於收手了 幸好人家趕著下班 否則真的不用走 你看他 很害怕 走過這些店舖 買了這個Half Peter 類似一個中東漢堡包 是全素的 都蠻好吃的 價錢為起半個40元港幣 在這裡來說已經算是非常划算了 回到房間夠幾歲 叫了一個pasta 味道很不太太 轉眼我們又來到機場了 我們又快閃完了 買了一盒靚靚手信回香港 記住退稅才好走 可以選擇退美金或當地錢 真的很餓 買了一個三文魚Bagel才上機 價錢是60多元港幣 雖然不知道還會不會有機會來以色列 不過這裡真的很漂亮 如果有機會再來的話 希望下次可以去死海或其他地方 現在回到香港 只需要了個口 鼻孔仔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鼻孔仔表示 耶 我們今次的以色列之旅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好看的 就訂閱我們 以及分享給朋友仔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們 我們會盡量解答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